上一期视频咱们学习了怎么用英语优雅的表白 有小伙伴就开始来问啊 那怎么用英语优雅的分手呢 这是个好问题 分手不是说拜拜就能掰的 它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说的朦朦胧胧的人家不懂你的点 说的太过直白呢人家伤透了心 所以要说的恰到好处 也是需要提前做功课的 如果你想读懂另一半 想跟你分手的语言信号 也可以看看本视频 现在我们来学习英语分手神剧吧 I need a break 字面意思是我要休息一下 其实呢这句话是有潜台词的 我不知道我和你在一起做了什么 但我感觉不开心 我需要离开你一段时间 I'm not feeling it anymore 当激情褪去 慢慢进入一个瓶颈期 感觉不爱了 We've grown apart 我们渐渐疏远 grow成长apart 分开 长着长着就分开了 就有种彼此分道扬镳的感觉 类似的呢 你也可以学习比尔盖茨的经典分手公关词句 We no longer believe we can grow together as a couple 更高级的离婚公关稿 要属亚马逊的贝索斯 全篇不带一个诺子 不带任何一个负面词 We feel incredibly lucky to have found each other and deeply grateful for each one of the years we have been married to each other 最后再说 We remain a family and we remain cherished friends 太感人了 Fate is against us 命运都不站在我们这一边了 这种表达很机智 这锅甩得非常漂亮 不爱了就是不爱了 非要找个第三方的借口 不是彼此的问题呀 而是老天不让我们在一起了 把自己的主观原因 转换成了不可抗的外界原因 Let's be friends 我们做朋友吧 这句话通常和 You are too good for me 一起使用 意思是 你太好了 我配不上 一般提分手的人呢 不想解释具体的原因 就经常使用这句话 You deserve better 你值得更好的 这是很真诚的表达 以礼貌友好的方式 来结束一段感情 其实呢 心里在想 滚滚滚滚滚 We are just not right for each other 我们不合适 这一句呢 就干脆直接多了 I think we should see other people 我觉得我们应该和别人约会了 See someone 这个词组呢 是和某人约会 谈恋爱的意思 就经常去看某一个人的 其实潜台词就是约会了 这就非常非常的直接 My life is very complicated right now 我的生活目前很复杂 这句话讲得多么的诗意朦胧 其实就是 我不想和你继续下去了 明明是个人原因 非要说我的生活很复杂 没办法 以上就是最基本的 分手英语表达 当然希望大家能不用就不用 但是学两句也无妨 喜欢本视频 你就把它转发给你的前任吧 嘿嘿 嘿嘿嘿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